第267章 B6级雷射炮 会议厅中所有人一瞬间都完全蒙掉了 寂静地连掉下一根针都清晰可闻 在地球上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有把握击沙吞噬兽 连拥有领域的红雷神都是说拼死击沙吞噬兽 完全是以生命去拼 没有把握的 李明 红眼睛死死盯着李明 你 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旁边的雷神也死死盯着李明 你再说一遍 李明 你刚才说什么 旁边的假意连抓着李明 声音都激动紧张地颤抖 李明各国领导人 一人强者们都盯着李明 就仿佛一群即将溺水而亡的人们 看到了一条行驶而来的轮船似的 不少人都揉了揉耳朵 担心是不是自己听错了 有的人甚至于跟身旁人的询问 李明是不是真的说了 紧张 激动 忐忑 各种情绪弥漫在会议厅中 我说 李明深吸一口气 看向周围每一个人 我有把握 鸡杀吞噬兽 真有把握 李明 你 你靠什么鸡杀吞噬兽 李 你没骗我们 各种肤色 各个国家的人都忍不住连喊道 一个个 有的都头发血白 可是却激动得满脸通红 安静 红高声喊道 会议厅渐渐安静下来 红高声道 我来问李明 大家都冷静点 在场的毕竟都是地球上的精英 因为之前牵扯到整个国家 民族 乃至地球人类的存亡 所以一个个才那么失态 听红一说 也都勉强能冷静 李明 红看向李明 整个会议厅所有人看住李明 李明看住红 问吧 你用什么鸡杀吞噬兽 别跟我说 你去拼死驿站 红看住李明 会议厅中 可是有全球最顶尖的一些专家 听李明说 就知道李明是真的有把握 还是在撒谎 各位李明 环顾众人 上一次在会议厅 我曾经和管主 索要了一份 记录住地球上各大古文明 遗迹资料的文件 我能证明 红维维点头 那资料的确是 他给李明的 那吞噬兽出现 我也很注迹 我想来想去 认为古文明遗迹中 或许有拯救地球的希望 李明正中道 地球上众多遗迹 各国几乎都探测过 只剩下三大绝境 三大绝境 在场不少人惊呼 他们都清楚 那三大绝境何等的危险 1号 12号 31号遗迹 你去了哪一个 红忍不住问道 地球上人人都知道 那三大绝境何等危险 1号 百目大的海底 银白色金字塔 和31号的 神龙家那边的 毒气原地 我没法进入 李明摇头道 我进去的是 第12号遗迹 那是一艘黑色的飞船 会议厅内 不少人都点头 知道这12号遗迹的 不在少数 可是各国都在 12号遗迹那吃了亏 那艘飞船 能够保持 雷射通道的能量工艺 我当时就认定 这艘飞船 损坏不会严重 果然 李明眼睛一亮 在我进入后 的确有些武器损坏 可其中 最厉害的一件 单体攻击兵器 雷射炮 近乎完好 我在飞船内 得到维修机器人 正在维修中 相信现在差不多 就能使用了 雷射炮 那能有多厉害 有人似乎怀疑 不懂别乱说 一名头发乱糟糟的 白人老者盯着李明 你得到的雷射炮 是什么级别的 李明微微一震 石海当中 巴巴塔声音响起 告诉他 是B6级 是B6级 李明说道 天呐 B6级 人类有救了 人类有救了 那头发乱糟糟的老者 当场就激动得又哭又响 旁边立即有一员强者问道 布雷肯里奇先生 这B6级雷射炮 到底威力多大 各位这位布雷肯里奇老者 环顾周围 高声道 在场不少人都知道 我们地球上 研究出能击杀 王级怪兽的雷射炮 就是根据古文明遗迹中 发现的破损雷射炮 拆卸下仔细研究后 才制造出来的 当时 我得到一份资料 知道在宇宙当中 关于雷射炮威力的 级别定位 布雷肯里奇说道 翻译成地球语言 就是分成 A B C三大 这种兵器按照资料上说 当时一支星际舰队 都没这种单兵武器 顿时会一听 飞腾了起来 哈哈 有希望了 有希望了 不用死了 不用死那么多人了 哈哈 猴猴在场不少 地球巅峰精英们 此刻却都兴奋的失态了 然而也没人在意 这个失态算什么 李明 红看住李明 微笑着 谢谢 管主 李明刚要开口 不用喊我管主 看得起我 就跟雷太一样 喊我一声红歌 红微笑道 他心中的确很感激李明 就算是拼死一战 他也只有两三成希望而已 如果能不死 就杀死吞噬兽 谁还愿意去送死呢 红歌 李明喊道 哈哈 好 哈哈 高兴 我很久没这么高兴了 红整个人都有些失态 旁边雷神也走来 对了 李明红的表情严肃起来 郑重道 我知道 雷射炮的速度达到光速 那吞噬兽根本逃不开 可是 如果一炮没杀死 那吞噬兽绝对能瞬间就逃到地底 并且迅速地找到机会来报复 且破坏雷射炮 所以只有一次击杀他的机会 李明心中一惊 雷射炮 又称雷射炮 速度是快 可是 攻击出一炮后 第二次攻击是要略微酝酿准备的 短短准备时间 以那吞噬兽那不可思议的速度 绝对能轻易逃掉 一旦逃掉吞噬兽将不会给李明第二次机会 我明白 李明点头道 意识离开虚拟空间 回归现实 已经是早晨六点多了 窗外已经是蒙蒙亮 黑夜过去 天亮了 李明站在阳台上 呼出的热气在玻璃上 另玻璃都起雾了 李明 搞定了 搞定了 哇哈哈 我巴巴塔太牛叉了 八十多万年没使用的雷射炮 也就我巴巴塔 能这么快搞定巴巴塔得意张狂的笑声 在李明实海中响了起来 李明露出喜色 他可没心情怪巴巴塔的嚣张 反而连到 武器呢 拿出来给我看看 靠 别挤手腕智能空间中 巴巴塔伸了个懒腰 这雷射炮虽然是单兵武器 可是 那也是宇宙中的单兵武器 站地方还是比较大的 需要六米长 六米宽 三米高大的空间 你身边的阳台 放不下 这叫单兵武器 李明愕然 随便派出个机器人 或者武者 都能轻易扛起 当然是单兵武器 巴巴塔不满道 你也不看看 那种大型战舰建在武器 单单体型就比得上你们地球上的航空武器 李明摸头嘿嘿一笑 也对 行星内的武器和星空中的武器 那规格差别大也没错 而且李明 你也根本搞不定这武器 你不是有三架维修机器人吗 安排一架给我 我给他设定城市 这种靠坐事情交给机器人 绝对没错 虽然他们没有创造性 可是绝对不会犯一些低级错误 巴巴塔说到 李明当然得同意 那三架黑色金属机器人 其中的一架很快就被巴巴塔 直接收入储物空间中 进行一些城市设定 吞噬兽怎么还没从海底出来 李明家的天台上 红 雷神 甲翼等等 包括李明在内 一共十二人都聚集在这 此刻太阳已经悬挂高空 是中午十二点多了 急什么 那吞噬兽永远不出来才好 红笑看了眼雷神 而李明却是在看住 眼前的高大黑色金属机器人 和平放着地上的巨大仪器六米长 六米宽 三米厚度 整体好似都是由水晶构造而成 里面复杂的结构 让人目眩 而那炮口直径为五米 这一炮能打死吞噬兽吗 来自美利坚的 莫汉德森有些担心道 放心 李明自信孝道 别看那吞噬兽体型180米长 可是他的脑袋也就20米长 十近五米的光柱射过去 能将他整个脑壳全部爆掉 保证魂飞破散 死的不能再死 恩 爆掉他脑袋 莫汉德森有些兴奋 一群人在焦急等待 唯有那黑色金属机器人在那一动不动 阳光照射在他身上 几乎都没一点反光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中午一点 下午三点 下午五点 当太阳已经到了西山 快落下的时候 为 红暗洞通讯手表 管主 吞噬兽刚刚从靠近南极洲的斯文斯岛周围海域飞出海面 声音从通讯手表中传来 令在场12人一下子都激动起来 而几乎同时 其他人的通讯手表都震动起来 来了 吞噬兽终于出来了 第268章射向太空的光柱 李明家天台上的12个强者目光都落在了黑色金属机器人身上 李明 你确认让机器人操控B6级镭射炮 雷神忍不住道 不用机器人 用谁 我们中谁又会使用这B6级镭射炮 李明笑着道 其他人都笑了 可是笑容中都蕴含着一丝紧张没办法 大家心理压力都非常大 毕竟一旦失败 那就是人类的末日李明看住金属机器人 行动李明说到低金属机器人的红色金属双眸陡然大亮 而后伸出钢铁双臂 直接抓住那好似巨大水晶雕刻的雷射炮 搜直接腾空而起 夕阳西下 那黑色金属机器人抓着水晶雷射炮 迅速消失在天边 李明等十二人都抬头看住 别看了 我们赶紧进屋 看卫星跟踪红莲喊道 顿时其他人也都一个个连进入李明家二楼的石厅室 哗啦啦太平洋那无边海水微微起伏著 现在华夏国时间是傍晚五点多 可是这里却是深夜 今夜 漆黑一片 没有月亮互在太平洋海域上空 一头全身漆黑如墨 金色蜜蚊缠绕尖角的巨大怪兽横空飞过 那一双布满黑色提甲的翅膀挥动尖 更是宛如一阵黑影 它正是令整个地球人类惊恐的存在 一一吞噬类星空巨兽中的巅峰血统 金角巨兽 在飞行的同时 它那暗金色眸子还朝下方俯瞰 眸子中有的只是冰冷 暴虐 距离金角巨兽过万公里外 那里太阳刚刚下山 天没全黑 一架高度2米12的黑色金属机器人 正轻松抓着好似水晶雕刻的巨大雷射炮迅速飞行 离开华夏国陆地范围进入海洋区域 它所飞行的方向 正是和金角巨兽不断靠近 扬州城 李明家二楼视听室 几乎站满一面墙壁的荧幕上左半边 是黑夜下吞噬兽在飞行的场景 而又半边 则是金属机器人抓着水晶炮飞行的场景 金属机器人飞行速度 为2106米每秒电子声音回荡在视听之内 吞噬兽飞行速度 微有5218米每秒 视听室内聚集着12名低落上的强者 李明 这解说的电子声音 是一智能系统红河李明低声说 各位 等会儿成功庆贺的酒 我已经准备好了 旁边 雷神从酒柜内拿出酒杯 倒出酒 一举杯酒 各位 我们就看看那吞噬兽到底是怎么死的吧 哈哈 庆贺的酒可得准备多点 李明等人都笑住道 大家都在笑 可是每一个人却都处于紧张当中 这一切不过是大家故作轻松而已 没人能在这时候完全放松下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虽然说黑色金属机器人和吞噬兽的距离 达到10万公里多 可是要知道吞噬兽一秒钟 就十几公里的速度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视听室内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仿佛都凝固了 让人无法呼吸 双方距离2188里 金属机器人已经停了电子声音响起 荧幕上 左半边 那吞噬兽依旧在飞行住 似乎是直接朝华下国大陆方向飞来的 而右半边 金属机器人已经停下 悬浮在高空 雷射炮有光 已经启动了 李明等12人都比西冰柱看 金属机器人一手抓着那B6级雷射炮 而另外一只手则是灵活地进行操控 只见整个豪似巨大水晶雕刻的雷射炮全身都开始渐渐产生亮光 亮光严助纹路迅速朝中央流窜 雷射炮一次酝酿准备 需要了几秒 李明压低声音解释道 摁旁边甲义略显紧张 点头道 雷射炮攻击是严助直线 之前双方直线是穿过大地的 必须距离近点 一万多公里距离 刚刚好李明也点头 这雷射炮可是宇宙中的兵器 虽然说行星内部空气灰尘享有阻壁 可对雷射炮几乎没影响 几秒过去 荧幕右侧 金属机器人操控住的巨大雷射炮的炮口 赤赤白光沿住炮口的口岩环绕一圈 令整个炮口的口岩极为的耀眼 已经准备好了 李明低声道 随时可以攻击 差不多能攻击了雷神忍不住道 没事 时间足够假意喉咙咽咽咽咽 死死盯着荧幕 快快快 莫汉德森低声难难道 行了行了 能攻击了红野低声道 所有人处于前所未有的紧张当中 在场十二位可都是地球上的绝对精英 心理素质那绝对是一等一的 可是在这一刻 所有人从来没这么紧张过 就算面对死亡 也没此刻紧张到万分之一美利坚总指挥部 上帝 保佑你的孩子们吧 黑皮肤总统额头冒出汗珠 在胸口滑了个十字 目光却死死盯着荧幕 旁边的将军 内阁大巴杜巴 臣们各个平休息 华夏国京都总指挥部 一号首长周老站的笔直 盯着眼前的荧幕 在他旁边 其他的领导人没有一个吭声 欧盟国 印度国 苏俄国 GX2联盟 25个基地市 地球上各方领导人们都屏息盯着这一幕 前所未有的压力 压迫在地球人类身上是生存 是死亡一切就将揭晓金属机器人和吞噬售 距离1200公里 1155公里 1111公里 整个地球关注这一幕的人都紧张得很 而黑色金属机器人永远的钢铁脸型 没丝毫紧张 他红色金属双眸忽然大量一丝信号 直接传输进入雷射炮顿时一道牙眼无比 璀璨无比 让人心碎的白色光珠 从雷射炮那直径5米的炮出 横跨在太平洋海域上空 就是在一瞬间这一道让整个人类迷醉的白色光珠 就已经抵达1088公里外的目标 一一吞噬类星空巨兽金角巨兽黑夜中 太平洋上空 金角巨兽双弑正处于微微上扬的状态 他的暗金色毛子正在俯瞰下方海域 就是这一刻一时间再次定格吃 好似头发被火焰小焦般 极为短暂的一声吃的声音 那要演无比的白色光珠 就直接穿过金角巨兽的头颅 整个头颅的上半部分 甚至于还包括他微微上扬的左边翅膀边缘 都被露过几乎是无声无息 只有那极为短暂的吃的一声 虚无金角巨兽的头颅 瞬间就只剩下下方的恐怖大嘴巴 下额 而鼻子往上全部消失 至于脑壳之类的 更是化为虚无白色的光珠 耀眼无比 在射过金角巨兽后 继续直线往前 然后飞入大气层 竟然穿越大气层 直接射入那不满璀璨星辰的太空当中 时间在这一刻定格视听室中 荧幕的左半边 是呈飞行姿态的吞噬兽 然而这头吞噬兽的头颅 却只剩下一个嘴巴 而上面则是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荧幕的右半边 则是已经射入太空的耀眼 光注视听室内的十二人 几乎瞬间眼睛瞪的滚圆 剩后一个个疯狂了 哈哈成功了 成功了 假意 这个华夏国军方第一人 兴奋的猛的跳起来 一个挥拳 嘎嘎嘎 哦 莫汉德森得意的 在扭动他的屁股 哈哈 成了 成了李明激动的大叫 来来来 赶紧 喝酒 庆贺成功啊 雷神大叫住 直接抓起旁边的酒杯 太好了 红也是一脸兴奋之色 西里明的十海中 也传来巴巴塔的兴奋叫声 李明 我厉害吧 我早说过了 这能击杀恒星级六阶的 雷射炮轰沙塔 就刷的一下 轻而易举啊 他是必死无疑啊 哇哈哈哈哈 巴巴塔也得一万分 整个地球各国 一瞬间都沸腾了 激动了 终于成了 这场灾难终于要过去了 李明兴奋的朝雷神走去 登 李明一争 刚刚还激动万分的视听时 一下子就安静下来 原唯一兴奋喊住的 珠喜议员也停下来了 李明也心中一颤 转头看向荧幕 荧幕上 左侧画面 那吞噬兽的头颅 依旧只剩下一个嘴巴 可是诡异的是 他还悬浮着 并且两根一长一短的尖角 也悬浮在旁边 两根尖字上的金色蜜纹 陡然放出耀眼金光 弄吞噬兽巨大的身体 特别是腹部 背部那也有金色蜜纹的领甲 也亮了起来 这些金光迅速严重蜜纹 直接传输到吞噬兽 那一双巨大的翅膀上一时间 那一双翅膀 仿佛略微变大了一号 形状都略微变化 肖武宛如一道金色流光 头颅只剩下嘴巴的吞噬兽 竟然直接俯冲进入大海 轰隆海水都爆炸开来 失败了 红的脸色瞬间苍白 身体浩抖 假意惊恐看住荧幕 不停地在摇头 摇头 摇头 而眼泪无声流下 拿着几个酒杯 准备散酒庆贺的雷神 也瞪大眼睛看住荧幕 手中的酒杯 无意识地滑落 啪啪啪 玻璃杯炸裂 碎片飞溅 声音仿佛利剑 刺在每一个人心脏上 李明愣愣地看住荧幕 已经没有任何表情 绝望 心哀若死 这一刻 整个地球的心脏 停止了跳动 整个地球人类都已绝望 这一刻 宛如看到了人类的灭亡 吞噬兽在海底急速前进 速度为36,062米每秒 是之前速度的2.37倍 时听时钟 那电子声音 毫无感情地爆出数据 然而视听室内 已经没有任何反应 所有人寂静 犹如雕塑 犹如死人 第269张重创 第四篇 生命液盘 第28张重创 昏暗的视听室中 李明只感觉自己瞬间 头脑一片空白 外界声音完全听不到了 失败了 失败了 竟然失败了 怎么可以失败 怎么能失败 李明被汹涌的悔恨 痛苦情绪淹没了 对于这一次攻击 他寄予了太大太大的希望 自从轻弹攻击失败后 地球人类似乎只剩下 最后一招一一让红 雷神这两大地球最强者 去拼命 可拼死一战 根本是没有把握的 而自己得到的B6级 雷射炮是很有把握的 全球各国精英 也因为这雷射炮而激动 所有人都期待那一击 的确 B6级雷射炮 那射出的雷射 是强大无比 轻易就击穿毁掉 金角巨兽的脑袋 并且一直射入到太空当中去 可是 谁都没有想到 脑袋被毁得只剩下嘴巴的金角巨兽 既然还活着 既然还不死 不可能不死的 怎么会这样 手腕智能空间中 巴巴塔震惊的摇头 不对 不对 不管人类还走动物 灵魂都是在石海当中 石海是在脑袋中 毁掉脑袋 必死无疑 除非是精神印记 融入每一个细胞 细胞即可重生的地步 可是 恒星级根本不可能达到那步 巴巴塔也连连摇头 难未知 宇宙当中 对星空巨兽 了解太少太少了 如与莫星主人 一辈子都没辞到一头金角巨兽 对金角巨兽 了解太少大少 视听视钟 快 雷射炮 赶紧将雷射炮带回来 假意忽然咆哮喊道 屋子里其他十一人 猛的惊醒雷射炮 李明眼睛也瞪得滚圆 盯着荧幕 只见荧幕上 黑色金属机器人 正抓着雷射炮 疯狂飞行逃窜 而另外一幅画面 则是勾画出一个庞大虚影 正在海底疯狂追逐 金属机器人飞行速度 为2110米每秒 吞噬兽 在海底追击速度 为空着几米每秒 双方距离为520公里 460公里 398公里 视听室内 那无感情的电子声音 在不断说着 让所有人脸色大变 快 快 快 雷神急切到 来不及了 红脸色苍白 摇头到之前 双方距离1000公里左右 这吞噬兽速度 达到36公里每秒 机器人的速度太慢了 几秒就能追上了 雷射炮根本来不及 第二次攻击旁边的 一群行星级强者们 急得拳头握得 痴痴痴响 李明死死盯着荧幕 吞噬兽 因为在海底急速前进 卫星无法拍摄 可是却能够追踪 感应到金角巨兽 那庞大的生命气息 毕竟 它的生命气息太庞大了 特别是现在速度飙升到 之前两倍多后 生命气息一下子强大很多 海面下约绸 燕米深度 那金角巨兽的双翅 比过去更大一号 双翅上的灵甲更加紧密 灵甲上的一些金色密纹 此刻仿佛有着奇异的魔力 令金角巨兽在海底的速度 达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怒气 金角巨兽前所未有的愤怒 就是上次遭受到清淡攻击 对他而言 只能算是皮肉伤而已 可是这一次 他受伤比上一次重十倍 上百倍 前所未有的重伤 反而激起了金角巨兽骨子里的暴虐疯狂 忽然 金角巨兽速度骤减 莽 一直附在他背上的一长一短两根尖角 其中那根长的尖角 金光大涨 化作一道金色光线 猛地朝上方冲去 咻 快如闪电 金色尖角几乎瞬间 就冲破三千米多点深的海水 冲出水面 速度至快 根本不容上方的黑色金属机器人闪避 金属机器人双手抓着的B6级雷射炮 还在酝酿准备当中 砰 金色尖角直接穿透 这好似水晶雕刻的精美的雷射炮 这令雷射炮酝酿准备瞬间中断 砰的一声 宛如玻璃般直接碎裂 同时那金色尖角猛地刺在黑色金属机器人身上 轰隆由物以金属铸造的机器人非常坚硬 翁J机器人化作一道流星 在半空中被击飞了数十公里 而后直接朝下方海域坠落下去 扑通一声坠入海水中 视听室内 红 雷神 李明等12人都静静盯着荧幕 荧幕上 那海底中的虚影不断往海底伸出潜入 潜入 李明 机器人受到强烈的冲击 令他体内的控制系统真的损坏 已经无法召回了巴巴塔的声音在李明脑海中响起 李明闭上眼睛 一架维修机器人损失根本不算什么 可是 这一次牵扯到人类命运的攻击 竟然失败了 对不起 李明 我的资料库中 关于星空巨兽的本来就很少 至于金角巨兽 更是少之又少 只知道一些常识性知识巴巴塔道签道 他也很清楚 这次失败对整个地球人来意味住什么 寂静 视听视钟一片寂静 假一站在窗户边 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 点燃了一根 一个人默默地抽着烟 给我来一根 珠喜拿过来一根烟 也在那抽着 其他人或是默默坐着 或是痛苦闭上眼睛 总之一个个都前所未有的安静 防御强 速度快 甚至于还能爆发出更加惊人的速度 不但如此 连脑袋都被灭掉了 还能活着攻击 而且运能犹如精神念士一样 远距离操控他的独角进行攻击 并且威力极大 李明脑海中掠过这些讯息拥有体内世界 可以直接将大量金属吞入体内世界 且成长速度 极为惊人 天哪 地球上怎么降临了这么一头星空巨兽 怎么反抗 温温 忽然通讯手表震动声音响起 视听室内12个人几乎同时看去 是就汉德森的通讯手表 就汉德森暗动暗宁 顿时手表中传来美式音语 你们那边有办法吗 还有办法吗 你问问李明 你问问两位一掌 还有没有办法 好的 我会问的就汉德森低声应道 挂断了通讯 就汉德森看向其他人 李明微微摇头 红 雷神二人相视一眼 却是不约而同浮现了一丝笑容 一丝奇异地蕴含住 视死如归的笑容 震撼人灵魂的笑容 这次失败 对全球各国打击都非常大 原本充满希望 甚至于之前看到 金角巨兽头颅被毁掉瞬间 而激动万分 甚至于有人激动地当场晕过去 可是 紧接住他们就从天堂掉到地狱 陷入了噩梦当中 吞噬兽 比人类想象的还要可怕 强大 头颅没了 依旧强大 且飞行速度更快 天哪 上帝 救救你们的孩子们吧 老天爷一些地球高层精英们 过去从来不烧香拜佛 不相信神灵的他们 不少人都心中默默祈祷起来 人只有在绝望无助的时候 才最期盼有精神寄托 而此刻 连这些精英们也在寻找他们的精神寄托 显然 他们是绝望无助的 海底海床之下的岩石层 距离海面深度千米左右 金角巨兽庞大的身体 盘踞在黑暗中 他全身都隐隐有着丝丝金光在流窜 只见他原本只剩下嘴巴 连接须部的头颅 此刻血肉纠缠 皮肤延伸 鳞片浮现 竟然在迅速地生长住 耳朵也生长出来 渐渐地 那一双暗金色眼睛也再度生长出 终于 整个头颅完全生长出 一长一短的尖角也融入头颅中 只是他头颅的技甲有些娇嫩 没有其他部位的零甲坚硬 他的暗金色眸子中 有的只是愤怒 无尽的愤怒 宛如火焰在燃烧 呜一一 呜一一 低沉的饱含出愤怒的吼声 从他的嗓子中不断发出 他的伤势太重了 他永远忘不了那瞬间袭来的白色光芒 在那白色光芒下 他根本来不及闪躲 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而他全身力量积聚的精华所在一一角 的确是坚硬无匹 锋利无匹 在镭射下虽然被寄托很远 虽然受创 却并没被毁掉 呜 将身体伤势完全恢复后 寒角巨兽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饥饿 他的体内世界也极为的饥饿 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呼喊似的 消耗力量太多了 他的实力也退步了很多 他现在急需补充 巫一一金角巨兽发出一声低吼 在岩石层中迅速往上面掺去 他需要进食 吃金属 李明家试听志 外面天色快黑了 李明等十人都看住两个人 一一红和雷神 我们这么下去根本就没活路 这头吞噬兽太厉害 太诡异 红摇头道这般任由他成长变强 就算躲在古文明遗迹中的人类 最后也会被他杀死 而且我认定 他遭受了雷射炮的攻击 伤势绝对不会轻 我怀疑他最后速度爆发 是重伤下的挣扎 说不定是死前的回光返照 红说出最后一句后 自己都有些不幸了 就算不是回光返照 他的实力一定比完好时减少很多 红正重到趁他病 要了他的命 嗯 机会错过就没了雷神微微点头 李鸣等人都有些悲伤 眼看着红 雷神去拼死送密西 我和雷神都拥有自己的领域 真的拼命 有希望的 红露出笑容 旁边雷神也微笑点头 第270章李鸣的责任 领域 李鸣有些吃惊 地球上就红拥有领域 正因为拥有领域 所以红才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人 可是现在听红说的 似乎连雷神也有了自己的领域 不可能 怎么可能 手腕智能空间中 巴巴塔瞪大眼睛忍不住金轿喊起来领域 一个行星上怎么一下子冒出来两个拥有领域的 且都是行星级物者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有一个变态 已经是重彩票大奖了 怎么有两个 巴巴塔 没必要这么扎扎呼呼吧 李鸣一时交流到雷神拥有领域 这样 跟金轿拒受死战 希望也更大点 是好视李鸣的心情沉重 不 李鸣 你不懂智能空间中 巴巴塔连道这么说吧 你的顿天鹊一共是三大形态 共分九层 其中第三形态的施展条件 你应该记得吧 记得 达到宇宙级且正负达到四颗 而且还要拥有自己的领域 这样才能修炼施展 李鸣记得很清楚 三个条件 达到宇宙级只是其中之一 说明什么 说明 就算是宇宙级强者当中 也有部分人 是没有领域的 宇宙级啊 正常发展一个星系 才一个宇宙级 都不一定有领域 巴巴塔忍不住有些抓狂 按照境界的四大层 基础一一意境 一一领域 一一世界 李鸣你现在还在基础 这一块 就算恒星级强者中 也只有极少数极少数 拥有自己的领域 行星级舞者 想要拥有领域 简直跟走了狗屎运 中了彩票大奖一样 你们地球上 有一个红就算了 现在连雷神 也拥有领域 从概率上计算 简直 简直是一亿万分之一 巴巴塔忍不住喊道 李鸣想了想 巴巴塔的震惊 也的确有道理 一个星系才诞生 一个的宇宙级存在 都不一定拥有领域 行星级舞者 拥有领域的难度 可想而知 可现在地球 一下子冒出来两个 也好巴巴塔 点头到这个雷神 拥有领域 它跟红联手 如果是施展绝命一击 的确有成功希望 有希望 李鸣从巴巴塔嘴里 听到这三个字 不由惊喜 嗯 李鸣 你没进宇宙闯当过 不知道拥有领域 是多么难得 像红河雷神 如果在宇宙中被发现 不是被人几度杀死 就是被一些大势力 迅速邀紧加入 拥有领域的行星级舞者 绝对是天才的代名词 而领域强者 一旦要拼命 会非常可怕 因为他们已经能将 基因元能 身体力量 精神之力 意识真正结合在一起 引动宇宙空间的共鸣 巴巴塔说道 而拼命时 他们会先烧灵魂 另这种诸多力量的结合 达到一个极为可怕的地步 不拼命 行星级内的领域强者 就号称 本级别内无敌 一旦拼命 他们一个是行星级七阶 一个是行星级八阶 似乎纳红的在领域 上的造诣更深 或许已经踏入第二重领域了 他们两个燃烧灵魂 拼死一战 还真难说 巴巴塔唏嘘不已 两个绝世天才 如果在宇宙中 哪轮得到他们拼命 明月小区的草坪上 李明今日送着一艘艘战机 飞离开去 红 雷神 一定要成功了 李明默默道好 轰隆隆 在东方轰鸣声 爆炸声 怪兽嘶吼声 一阵阵传来 火光冲天 早在上午的时候 海域怪兽 就已经跟江南基地市 开始真正战斗了 不过 以人类社会数十年的准备 短时间内 绝对能够抵挡得逐 海域怪兽的攻击 只呀 李明推开门 走进客厅 客厅内 一大家人都在 哥 怎么样了 李华站起来 连问道 那吞噬兽死了吗 原本坐在沙发上的 爱丽西亚站起来 紧张期待地看住李明 这客厅内的七个人 都在看住李明 之前李明已经透露过 今天会有一次 对吞噬兽的攻击 而且可能有把握 能够杀死吞噬兽 没有李明微微摇头 不过 还有希望李明低沉到 一定有希望的 说着李明就直接上网 大厅内 七人彼此相识 罗兰兴低声道 小明他压力很大 爱丽西亚上去陪陪小明 问爱丽西亚连沿住楼梯上去 二楼卧室当中 李明直接躺在床上 看住天花板 巴巴塔 还有杀死吞噬兽的办法吗 李明问道 没有 没有 连B6级雷射炮都失败且被毁掉 没其他办法 只能靠两个行星级领域天才 去拼命了巴巴塔到 他们两个燃烧灵魂 还是有机会的 巴巴塔李明心中连到 我的赤混同母残片 锋利无比 如果让红 雷神使用 那不是威力更大 说不定就能击杀金角巨兽 他们一个是用枪 一个是用刀 巴巴塔否定到 只有靠枪和刀 他们才能将他们领域威力达到最大 这赤混同母残片 一块碎片 让两个武者怎存实用 也就你是精神念师 可以使用而已 李明心中焦急 这种等待人类灭亡到来的感觉 很痛苦 自己却根本没办法 别急 我现在正在制造一柄长枪 织一柄战刀巴巴塔 说到红和雷神的兵器一一枪 刀 在地球上虽然算神兵 可是在宇宙中太差了 我用飞船的一些金属材料 给他们顺便制作打磨出两件冰器来 在锋利 韧性等方面 绝对超过他们现在用的好 李明忽然听到外面脚步声 只见爱丽西亚推门走了进来 很累吧 爱丽西亚坐在床上 为李明轻轻按摩肩膀 还行李明闻着爱丽西亚身上传来的一阵阵味道 不由一伸手就将爱丽西亚扭在怀里 爱丽西亚朝李明怀里凑了凑 将脑袋靠在李明胸膛上 轻声道 李明 有一件事情 本来我想等这场灾难过去再告诉你的 不过 我怕现在不说 以后没机会说 什么事 李明疑惑问道 我 我怀孕了 爱丽西亚轻声说道 声音很轻 却犹如响雷在李明耳边乍响 呼 李明一屁股坐起来 震惊看向爱丽西亚 你 你说111N 爱丽西亚微微点头 哈哈 我来探测一下 哦 嘖嘖 是有了 还是双胞胎 都是男的 哈哈 巴巴塔的声音在李明失海中响起 怀孕 这这 李明瞪大眼睛 心中既是喜悦又是焦急 这叫什么事啊 的确 之前寒假时 自己就和爱丽西亚住在一起 都开始讨论什么时候结婚了 固男寡女住在一起 那事情也就水到渠成一般 如果没有金角巨兽 得知爱丽西亚怀孕 李明一定会非常非常高兴 可是现在 一一整个人类社会即将崩溃 爱丽西亚怀孕了 还是双胞胎 你不高兴 爱丽西亚已经 不是 高兴是高兴 就是心乱 李明心中莫名的交集 在毫无准备之下 重担就落到了肩上 爱 当初和爱丽西亚在一起 也没想到预防 本来就想怀孕也是好事 反正都要结婚了 可谁想现在 如果杀不死金角巨兽 那么整个人类社会肯定完蛋 就算自己有能力保住妻子孩子 可是难道让妻子孩子过孤独生活 而且李明很清楚 一一步达到行星级 在宇宙中闯荡 那是战死 李明 你在想什么 爱丽西亚伸手抓住李明的手臂 没什么罗年轻轻抱住爱丽西亚 低头 投靠在爱丽西亚腹部 这令爱丽西亚不由笑道 现在还早住呢 听不到什么的吧 听得到李明心中默默道 那是血脉的传承 李明之前对于红说 要让他的孩子们有生存的希望 不是太有共鸣 可现在 有了 那是很奇妙的感觉 孩子 我不知道能不能有时间看到你们出生 可是 我保证 你们以后一定可以有美好的童年 可以上学 可以学武 我不会让你们担惊受怕 过永远没希望的日子的 我保证 以我的生命保证 XXXXXX1月16日 上午 天地间还有住冬青 李明就脚踏顿天缩 来到了红宁基地室 红宁基地室内街道上 看不到行人 只看到大量的军队 在迅速地前进 李明飞落在那星级运输箭路 罗巡查室 入口的守卫攻进行李 李明直接步入其中 迅速地前往 红河雷神闭关所在的修炼室 在沿住通道前进时 李明看到了两个人 一男一女 两个青年人 其中女的脸型容貌比较像红 李明曾经看到过红的子女 有关资料 李巡查室 这一对青年连行李 你们是馆主的孩子吧 李明询问道 虽然看起来年轻 不过这一对年轻人 真实年龄都比李明大 只是因为实力的缘故 显得年轻 恩 这一对青年男女 眼睛都有些红 显然刚哭过 我也不去见馆主了 你们将这两把兵器 分别给馆主和雷神 还有依依这件贴身护甲 给雷神李明说着 直接将身上背负着的背包递过去 里面存放的是巴巴塔 连夜感知好的两件锋利的兵器 以及那黑龙山 乘以81飞船的主人 那死去军官的遗物 依依一件贴身护甲 红有魔云藤 全身完全保护 不需要 自然给雷神比较好 这依依青年男女有些吃惊 馆主平常很少照顾到你们 不过 你们父亲很伟大 真的 李明说着 转头就离开了 第271章谈笑风生 修炼室中 一身黑衣的红 拿着手中这一杆 通体漆黑的长枪 而一身白衣的光头雷神 也在抚摸着手上这一柄 通体紫黑色的战刀 好兵器红眼睛一亮 战刀的结构 重心 拿在手上非常舒服 很适合我的刀法 雷神也忍不住夸扎 而且很锋利 轻轻挥动 战刀划过空气 都有一种切开空气的感觉 红服看了一眼雷神 那贴身护甲也是一件宝贝 你赚了 哈哈 看来不单单你我兄弟 得到一些古文明遗迹宝物 这里面 也有一些宝物啊 雷神不由夸赞到 他是不是找到了古文明的某个兵器孔 否则 怎么能找到刚好适合我们二人的兵器 而且这么好的兵器红 雷神 已经拥有被挤的领域 在境界上都极高 就算一把刚刚到手的兵器 只需要稍微挥动感受一番 就能百分一百二的样出实力 主人低沉的声音响起 刚刚吞噬兽 在美利坚西海岸出现 在荒野区范围吞噬了一家破败的造船场 将不少腐蚀的轮船都吞噬了 仅仅飞出海面0.81微秒 就再度飞回海里 红河雷神面色都一变 昨夜 吞噬兽就接连出海两次 加上今早 这是第三次了 每次都是飞出海面很短的时间 吞噬大量的钢铁就立即回海里 他现在变得非常小心 红冷声道显然之前的雷射炮 令他开始小心翼翼了 不过 他从昨晚到现在 竟然连续三次出来进食 肯定是受到重伤 需要吸收大量能量来恢复实力 对 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 雷神正中的 嗯 红也微微点头 本来是想 等那吞噬兽飞出海面的时候 逮到机会去截杀 可没想到 这吞噬兽每次出海都极端 就立即潜伏 跟踪锁定吞噬兽气息 我们飞到海上去 时刻追踪 一旦他冒出红更是潜脆 他们很清楚 现在的吞噬兽 是重伤状态下的吞噬兽 如果浪费了机会 等那吞噬兽实力完全恢复 那么他们的机会将更加渺茫 扬州城的外城墙上 江南基地是 分为主市区和八大卫城 八大卫城是环绕基地式的 所以战争开始后 真正战斗的是八大卫城 主市区因为在最里面 反而很安全 除非是遭到吞噬兽的空袭 平常并无问题 羞 羞 羞 刀片飞舞 掠过钢铁城墙 千军宽阔河道 这河道是以亿万计的怪兽 主动从长江的某一个点 挖过来来的 这条河流长12公里 宽近60米 无数的海域怪兽 沿住这条河流 杀向扬州城 根本不怕死 退了 退了 城墙上的军人们激动地喊起来 怪兽死了大多 将河道都堵塞起来 后面的怪兽过不来 加上刚才那些怪兽领主 被李明一下子杀了那么多 他们当然得后退清理河道 补充兵力 李达威复看下方问 我们大概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李明俯看着 那将整个河流堵塞的 无数怪兽尸体 不由摇头 怪兽太多太多 即便 因此补充了海量的灵魂之力 使李明的灵魂之力暴增 也凝炼了不少的高阶海兽精血 但李明还是深感不足 毕竟 金角巨兽的威胁实在太大了 秀为追不上 要快 要快 李明心里焦急住 但却无可奈何 每天大海里 就诞生了无数的怪兽 人类杀得过来吗 短时间内 人类能挡得住 可是时间拖得越久 对人类越糟糕 最糟糕的 就是吞噬兽 毁掉基地式的钢铁城墙 一旦没有 建设了数十年的钢铁城墙保护 海域怪兽直接杀入人类居住区 那么就真完了 所以现在必须先干掉吞噬兽 嗯 李明看向手腕通讯手表 是极限武馆 雷电武馆官方联合两大管主 红河雷神已经出 来到太平洋海域 即将和吞噬兽一战 旁边李达威也低头看向通讯手表 开始了吗 李达威脸上难得有一丝紧张 李司令 我先回住处了 有麻烦立即通知我 李明嘱托一声 就训飞离开去 李明飞在扬州城上空 清晰看到城内许多街道上的大荧幕 已经切换到太平洋海域的画面 并且画面上 正有一名黑衣男子 一名白袍光头青年 并肩飞行的场景 这让李明心中一酸 人类最后的希望呢 李明默默道 对于极限武馆 雷电武馆 将这消息公开 并且对全球直播 李明很理解 毕竟两大武馆的领袖 创始人都要拼死一战 很可能陨落 两大武馆怎么可能 让两位领袖默默牺牲 而对全球各国而言 这一次 也是激起人类斗志的机会 若红 雷神成功 当然是天大喜事 若失败 也能借此激起全人类拼死之心 明月小区 作为极限武馆武者小区 已经开始召集小区 由所有居民前往会馆 极限会馆场地最大的练武厅中 现在聚集了竞杆浩人 练武厅的巨大墙面上挂住巨大布幕 投影照射在上面 正是太平洋海域 此刻 红河雷神 地球人类史上至今最强大的两位武者 正并肩飞在太平洋海域上空 他们的日标就是海域怪兽中的最强存在 吞噬兽旁边还传来解释这战斗的声音 这一场大战是全球各国直播 包括各国领导人都紧张盯住看 人类至今最强的两大武者 去拼命了 罗巡查时 那吞噬兽有多厉害 两位总管主一定会雷的吧 站在罗巾后面的一名青年低声问道 李明看了这年轻人一眼 这年轻人是心境舞者 刚刚搬入明月小区不久 看住这年轻人 李明仿佛看到当年从连租房小区 搬入明月小区时候的自己 会 一定会雷李明坚定道 近千人站在练舞厅中 都仰头看住那巨大荧幕 因为时间短 武馆根本没法凑那么多椅子 更何况现在这个时刻 没人计较这个 李明一家人也在其中 李明握着爱丽西亚的手 默默看住荧幕 这一刻 全球都在注视着人类历史上 有史以来最强的两位舞者 一黑衣 一白衣 二人如传说中的神仙 飞行在夜空中 的确 虽然现在华夏国是正午时分 可是红 雷神所在的这一片海域 已经天黑了 哈哈 红哥 你说这时候 世界上多少人在看住咱们俩 雷神咧嘴笑的 北国六十一把 红笑看了他一眼 这个时候 还有心思想这个 咋了 死前得一下不行 雷神一脸笑容 嬉皮笑脸的 几十年来一直嬉皮笑脸 到这个时候了 还是嬉皮笑脸 红微笑说的 在这一刻 他们二人的心境 都前所未有的空灵 他们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 将一切都抛之脑后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杀死吞噬兽 这种状态下 他们二人反而前所未有的轻松 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好像在沸腾 都已经准备好战斗 主人 吞噬兽正在迅朝海面飞去 很快就要飞出海面 声音在红的脑海中响起 论智能系统 其实红得到的智能系统有不少 比如建造战神宫虚拟空间 比如极限武馆内部电话 那个永远低沉的声音 红能拿出那么多宝物给人兑换 其收获可想而知 毕竟他是世界第一强者 之前的遗迹很多宝贝都被他一个人弄走了 像当初李明的巡查室大典 红一翻手凭空就出现了极限巡查令 就是因为他有空间储蓄物品 论宝物质量 李明得到的比他好 可是论数量 他却比李明得到的要多 飞出海面 红眼睛一亮 走 那边红一声低河 嗖 嗖 一黑一白 两道流光迅朝西南方向飞去 黑夜下 狂风呼啸 幽深的海水在疯狂的震道翻滚 一个个浪头怕有十几米高 轰 一头恐怖的怪物猛地从海水中冲出 有灵甲巨赤 四体爪 有力的尾巴 还有那昂然刺向天际的金色尖角 不过这尖角上的金色蜜纹 似乎比过去暗淡了一点 可是他那双暗金拖毛子 却比过去更加的疯狂 那是压抑怒火的疯狂 他现在在不断恢复实力 等实力足够 他一定会报复 狠狠地报复 嗚 金角巨兽瞬间飞出海面十余公里后 陡然停下 微微扭动他的头颅 暗金色毛子仿佛能看到百公里外 他已经觉了那有两股气息 不过这种弱小的气息竟然敢挑衅他 这令金角巨兽非常的愤怒 源自血脉中的高贵 令他有着绝对的孤望 放眼浩瀚宇宙 他也是最巅峰的血统中的一个 在这弱小行星当中 弱小的人类竟然敢挑衅他 轰 灵甲翅膀微微扇动 瞬间化作流光直接飞向红河雷神 全世界在这一刻完全屏息 明月小区当中极限会馆的练舞厅中 近千人都紧张盯住荧幕 荧幕上 幽深的海水上方 吞噬受庞大的身躯和红 雷神已经距离不足千米 轰 轰 红河雷神 全身猛地出现让人心悸的光芒 瞬间 他们已然先烧灵魂 战斗在一瞬间开始了 红雷神 拜托了李明握着爱丽西亚的手 看了看爱丽西亚的腹部 又抬头看向荧幕 第272章 《玉石巨坟》 幽深漆黑一片的海水疯狂咆哮着 海风虚啸 天地间一片昏暗 而在海域上空 人类最可怕的敌人吞噬兽 和人类最巅峰的两大武者 红河雷神已然碰面 红河雷神一瞬间 就已经开始爆发出领域强者的拼命绝招 如果没有领域 是根本没有能力施展这一招的 红的身体包括他手中的那杆长枪 瞬间被黑色豪光给笼罩 雷神更是全身笼罩着 如同蛇一般的青色电光 哈哈雷神大笑 哈哈红也发出笑声 修修二人瞬间划过两道曲线 直接从不同的方向 冲向那体型庞大的吞噬兽 吞噬兽悬浮在半空 那双暗金色眸子 冰冷看出这两个冲来的人类 在他看来 这两个人类 不过是无数蚂蚁中 略微强壮点的蚂蚁而已 扬州 极限会馆练舞厅内 李明在家人身旁 看住荧幕心中紧张万分 拼命了 李明 这红跟雷神这么一拼命 直接是燃烧灵魂 他们的战斗最多持续一分钟 一分钟内 如果吞噬兽没被杀死 那么他们两个 就没有一点反抗能力 巴巴塔的声音 在李明脑海响起 李明心中一紧 燃烧灵魂 是跟与莫星一脉精神 念识拼命一样燃烧灵魂 在与莫星一脉的诸多秘籍中 关于基础的很多 可是杂篇当中 也有诸多与莫星的秘籍 如魂印虚空之塔 等等诸多秘籍 各个博大精神 诡异强大 自然而然 关于拼死燃烧灵魂的绝招也有 当然不同 在技巧层次上 与莫星一脉的秘籍 当然高得多 不过一一技巧层次虽然高 可是威力还是比不上 他们俩巴巴塔连道 他们现在施展的 是领域强者 才能施展的拼命绝招 灵魂 原能 力量 意志完全结合 沟通宇宙 爆发出最强之力 非常可怕 如果瞬间将对手杀死 他们俩还能活 可是吞噬兽不死 就是他们死了 巴巴塔说的 刘银护卫抵达那了吗 李明问道 当初前往12号古文明遗迹 李明得到了 那已经没有能量的刘银护卫 不过经过巴巴塔的维修 补充能精 细如今已经能够再度使用 快了 不过李明 刘银护卫是保镖 他们两个去送死 刘银护卫也没办法帮忙的 巴巴塔无奈到 竟然是 听天由命 李明盯着荧幕 和巴巴塔对话 看似长 实际上是意念交流 瞬间结束 然而就这么一小会儿 荧幕上的战斗已经到了 堪称恒星级别的战斗 普通民众肉眼根本看不清 只能看荧幕旁边的重播 慢放以及解说 而李明 是这个练舞厅中 唯一一个能看清战斗的人 不好 吞噬绝招 李明脸色一变 太平洋上空 金角巨兽的尾巴 犹如一道幻影 瞬间划过空间 扫向红和雷神 只听得彭的一声 金角巨兽感觉到 对方的长枪上 传来奇异的旋转力道 令他的尾巴的力量 竟然不由有些乱掉了 乌金角巨兽仰头 发出一声震动天地的怒火 他 愤怒了 本来他认为 两个强壮点的小蚂蚁 他只需要本身的正常力量 就能轻易碾压杀死 可是真正一交手 他却发现 这两个看似渺小的人类 真正的战斗力非常惊人 比他血脉传承记忆中知晓的 恒星级一阶人类都要强些 而且 刀法 枪法技巧上更加惊人 每一刀 每一枪都宛如天成 且根本让他无法预判 可以这么说 这个出生才仅仅一年的 金角巨兽 以他漫长的寿命而言 恐怕只是相对于人类当中 刚刚出生喝奶的婴儿 虽然他血统高贵 血脉传承记忆非常庞大 可是除了本身的天赋绝招外 其他许多记忆的知识 是需要去学的 一年时间 哪里够学 论境界 他就算跟李明比都差大一事 如果跟踏入领域境界的红 雷神比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燃烧灵魂的两大人类强者 和重伤的金角巨兽比 差距还真的不是太太 物金角巨兽张开嘴巴 不好小心 红 雷神二人都是面色一变 全球通过卫星 看到这一幕的诸多强者们 各个脸色变了 所有人都见过金角巨兽 诡异的吞噬能力 红红 雷神按照之前的战斗计划 瞬间朝一起飞去 二人竟然在一起 金角巨兽的暗金色双眸 俯瞰着这两个小不点 更是愤怒疯狂 这两个渺小人类 简直是在找死啊 本来想吞掉一个的 既然在一起 就两个一起吞掉 迟迟一无形的空间之力 弥漫周围数百米 完全覆盖红 雷神所在范围 红哥雷神面色变变 哼红一挥手 顿时在红的前方 也就是吞噬兽和红之间的空中 瞬间出现黑压压一片的 大量金属残骸 叠放的紧密 几乎不留一点空间 大量的金属残骸 论体积 甚至于比那头吞噬兽 还要略大一些 180米长 120宽 100米高 约莫是这个数据 大量金属残骸 密密麻麻叠放在一起 要知道 李明得到的黑龙山 X81型号飞船 直径也才100米左右 而且飞船虽然金属材料多 可是里面很多大厅 舱室 控制室等等 都是空的 也就是说 飞船 运输战舰之类 都是一个壳 不可能是严严实实 都是金属 然而11111 眼前就出现了密密麻麻的 金属残骸 聚集成的玩意 我这些可都是 古文明遗迹的飞船残骸 从至上 可比地球上的金属高多了 而且这么多金属 足够制造十艘冒险飞船的 看你吞不吞得下 红双眸冰冷 心中暗倒 厂里推断衣 跟人吃东西一样 吃多了就撑住了 再给你加点 红目光冰冷 随即 又是一挥手 绑在一起的一大捆 长条形的金属物 来吧 这是我从好几个国家搜集的 一共18发氢弹 还有用来点燃的原子生 红刚刚将氢弹原子生拿出来 物 金角巨兽愤怒地停止了吞噬 发出了怒火 上一次的一颗15亿吨当量的清淡威力 他还记得清清楚楚 一下子喂了18发 虽然体积小点 可是金角巨兽也不跟乱吞 而且依依那180米长 120米宽 100米高 雷得严严实实 大量金属残骸 他也不敢吞啊 为什么他连续几次出海 吞一些金属 而不是一次性多吞点 就是因为饭量有限 人吃多了会撑死 一个道理 他也不敢一口吞下这么多金属 毕竟这些金属一块 要抵得上地球上 普通金属上百块 吞下这么多 他的体内世界也会撑得崩溃掉 体内世界崩溃 他也就死了 物 发出怒吼 暴露无比的金被巨兽的 额头尖角上的金色蜜纹 陡然亮起 他的双眸一下子 也变成耀眼的金色金光 迅速沿住他的玉部 背部迅速窜到 他的一双前体爪上 锋利的体爪刷得 直接抓了过去 那大量的金属残骸 被砸得胡乱逃飞 那锋利的体爪 直接抓向 大量金属后面的 红河雷神 可是 当他的巨大的体爪 刚抓散开 大量金属的时候 一道黑色气浪 瞬间笼罩过来 速度快得惊人 是 很轻微的声音 就宛如头发 被火焰烧焦声音 就好似当初的吞噬兽 被B6级雷射炮击中一样 是 黑色气浪 呼啸擦过体爪 而后 直接撞击在 金角巨兽的腹部 那坚硬无比的灵甲 竟然直接被掺出了一个洞 红挺 犀利的声音响彻天空 一道电光 也疯狂窜向那枯棚洞 乌感觉到 那个黑衣青年 竟然掺入自己体内 愤怒无比的金角巨兽 一爪抓向这个 雷电环绕的光头 白衣青年 痴痴凌厉的气静脚杀 越过白衣光头 扑吃鲜血 血肉乱飞 这白衣青年 自腰部以下 全部化为碎肉 上身因为有李明赠送的 贴身护甲 才能没碎 他没后退 拼着下半身 全部化为碎肉 他也得冲进去 他很清楚 他们计划中 红要钻入金角巨兽 施展的绝招 代价何等可怕 他们当初设定的计划 就有一条 杀金角巨兽 最好的办法 是进入七体内中 拼死 拼死也要杀死他 半截白色人影 双眸冲血通红 疯狂无比 雷电缠绕下半截 白色人影 直接掺进那个窟窿当中 乌金角巨兽愤怒的怒吼 可是那两个可恶的人类 进入了他的血内 全世界都安静了 李明盯着荧幕 荧幕上愤怒不已的 金角巨兽 以及荧幕的右侧 进行的重播 慢放回波 红的皮肤都渗透出血珠 宛如鬼神 刺破金角巨兽灵甲 掺入其体内 雷神 只剩下半截白衣身体 也疯狂冲入其中 第273章陨落 寂静 当红和雷神 都进入了吞噬兽体内 几乎所有人的心 都提到了嗓子眼 可是 吞噬兽体内 到底在发生什么 根本看不到 巴巴塔 红和雷神能赢吗 李明也是心中焦急 你别担心 这红和雷神 是地球上两大天才舞者 而且都非常聪明古断 为了应付吞噬 这一招 红直接弄出 那么多金属残骸来 他可能担心 金角巨兽能吞下 所以还携带了一大款清淡 这注定了一一金角巨兽 不敢吞红 就趁机 酝酿他的绝招 显然那绝招需要酝酿 准备时间的 当愤怒的金角巨兽体爪 抓飞那些金属残骸 红的绝招刚好发出 一环套一环 真是漂亮 巴巴塔感叹到 李明 你放心 看这二人从头到尾的表现 显然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现在他们进入金角巨兽体内 金角巨兽根本无法用提爪专攻击 所以成功概率提升到五成 六成 巴巴塔这番话 罗伞这么能放心 没法放心 李明一直盯着荧幕 竟然让红河雷神有机会 刺破灵甲进入他体内 真是 真是太幼稚了 战斗技巧实在太差 巴巴塔忍不住说到 看他几次战斗 都是靠蛮力 的确 以金角巨兽的实力 天赋等等 只要技巧更高点 或者更加聪明点 根本不至于落到这一步 再厉害点 我们就更加没希望了 李明心中有些不满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这金角巨兽 我估计岁数很小很小 刚踏入成长期 可能年龄太小 才会这么没一点经验 攻击手段这么的简单粗俗 巴巴塔解释道 身体 天赋等 生来就有 可经验 技巧 心理 阴险狡猾等等 那是需要后天逐渐培养的 就算地球上聪明如爱因斯坦 或者智慧如春秋战国时的孙悟 在婴儿时都是幼稚 这金角巨兽 如果让它成长十万年 十万年将无比可怕 可现在 还很幼小 然而幼小的金角巨兽 已经让地球人类快崩溃了 太平洋海域上空 乌一一乌 金角巨兽愤怒发出一声声痛苦怒吼 赤赤一道道金光弥漫在灵家表面 时而渗透进入体内 在体内要将那两个可恶的人类给杀死 显然 因为战场是金角巨兽的体内 所以金角巨兽迸发出的道道金光 也不敢大野蛮 否则就是自残 自杀 轰 金角巨兽全身猛的一阵 它的暗金色眸子 蕴含一丝痛楚和愤怒 燕红无比的鲜血 从它的嘴里溢出 逗 奇异的震动 令金角巨兽痛苦的仰头发出怒吼 它全身的领甲 彼此叠层缝隙中 竟然渗透出磕磕红色血珠 轰 轰 轰 痛苦的嘶吼中 金角巨兽的体表领甲 渗透出大量血珠 仅仅十秒钟左右 它全身已经笼罩了一层血液 一开始它还痛苦地嘶吼 可是后来嘶吼声音都不断变弱 最后更是不再发出声音 忽然一一 它暗金色的眸子变得暗淡 巨大金甲翅膀垂落 庞大的身体竟然无力地朝下方坠落 华夏国 街道旁的荧幕上 家里的电视 还是军队荧房内 生命气息在减弱 吞噬兽的庞大生命气息在迅速减弱 只有之前八成 七成 六成 五成 四成 三成 激昂无比的声音在华夏国每一处响起 不单单是华夏国 全球其他地方都处于前所未有的激动当中 我们赢了 赢了 胜利了 激动得甚至于带着哭泣的声音响起 同时全球各地所有人都沸腾了 这一刻不管男女老少不管是什么种族不管是什么国家 全球各国的人们都激动的欢呼起来 扬州城极限会馆练舞厅中沸腾了所有人都在激动的喊住 成功了 生命气息消失了 李明看住荧幕上坠落的满是鲜血的金角巨瘦尸体 波动万分 竟然死了 这个可怕的几乎让人类感到绝望的怪物 终于死了 天哪 李明这一刻 甚至于都不敢相信幸福就这么来了 红河雷声呢 李明仔细盯着荧幕 直播的旁白声音响起 地球上所有的人 我们必须告诉大家一个沉痛的消息 我们现在探测不到任何生命气息 也就是说 吞噬兽虽然死了 可是 我们地球上最厉害的两位舞者 两位馆主红和雷神已经牺牲 他们是英雄 拯救了全世界的英雄 安静 练舞厅中很快就安静下来 不一定李明十海中巴巴塔的声音响起 红河雷神不一定死去 不一定 不是检测不到生命气息吗 李明心中生起一次波动和期待 他也不想红河雷神就这么死去 不是 你们地球上的生命气息测试仪 是从星际舰队的消息中得到的 这个测试仪 实际上是有一个测试范围的 当生命气息低于一个临界点 测试仪就无法探测到 而且 这测试仪本身质量也大不如前 估计生命气息低于初等学徒舞者 就测试不到了巴巴塔解释道 不 惊恐声音在练舞厅内响起 那 那吞噬兽停住了李明一愣 旁边爱丽西亚一愣 所有人都愣住 李明连看去 櫻幕上原本无力坠落的 金角巨兽尸体果然停止下坠 而是悬浮在那 并且荧幕上显示 金角巨兽居然再度有了生命气息 吞噬兽的生命气息在变强 直播的旁白满是震惊 所有人都惊呆了 更多吞噬星空请进入 怎么怎么 李明难以置信瞪大眼睛 怎么就这么难杀呢 牺牲了这么多 怎么这吞噬兽还不死 金角巨兽悬浮在半空 它的生命气息不断地变强 变强 变回原来的一成 继续上升 两成 直至三成 那生命气息强度上升到三成左右 就没有再上升 地球上无数人绝望 无数人失声流泪 无数人痛苦地跪下 天哪 太平洋海域上空 金角巨兽缓缓缓睁开眼眸 它的暗金色双眸 此刻也比较暗淡无力 它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死亡 这一次 甚至于比上次烧几雷射炮更可怕 乌滴沉无力的吼声 金角巨兽看向自己腹部 只见染血的黑衣人 和染血的白衣人 从腹部血窟窿滑落出来 然后直接坠向下方的海洋 金角巨兽看住这两个人 就是这两个看似渺小的人类 令它无比地接近死亡 这次的吃亏 也探明白一个道理 对付看似弱小看 也得认真尽全力 呼 金角巨兽挥动蹄爪 哗 太平洋海面上 站着一个银白色人体 突兀得它整个人猛地开始膨胀 从两米高左右 瞬间膨胀到200米高 200米高的银白色巨人 跟金角巨兽也差不多大小 嗚 金角巨兽也大吃一惊 看住下方的银白色巨人 银白色巨人身体表面 仿佛有着银白色的液体在流动 此刻突然出现了它 直接伸出巨大的手掌 挡在红 雷神和吞噬兽之间 扑斥 体爪砸吞在手掌上 手掌竟然被砸得凹陷 可当金角巨兽收回体爪时 凹陷又自动修复 当一个银白色巨人 阻挡金角巨兽的时候 还有一个银色人 双手分别抱住红河雷神 迅速地朝远处逃逸 一共两个流银护卫 是早先李明让巴巴塔安排过来的 有机会就救下红河雷神 呜 愤怒的金角巨兽 怎么能看着他最仇恨的 两个人类身体被带走 双翼一阵 就闪电般绕过阻碍他的流银护卫 追杀向另外一个 论速度 金角巨兽的确很快 流银护卫一秒在IOD圆圈里多点 吞噬兽很快追上 呼 被追的流银护卫猛地膨胀开 变成巨大的银色巨人 一下子包摘住吞噬兽 而另外一斤后面的流银护卫 迅速地捞起红河雷神 继续跑 好一会儿 吞噬兽才摆脱开 呼 吞噬兽愤怒地看住 下方已经缩小成正常人类的流银护卫 这个古怪玩意 论速度不如他 攻击还不如那黑衣人和白衣人 可是唯一的优点是 衣食全身犹如液体 且可迅速膨胀 仿佛牛皮糖可以缠住人 再强的攻击 流银护卫都能卸掉 吞噬兽明白 两个流银护卫搭配起来 他还真的不可能抢走那两个人类身体 呜 现在处于重伤虚弱状态的吞噬兽 只是愤怒地发出一声嘀吼 就直按飞入海洋当中 明月小区极限会馆练五厅外的走廊上 李明拿着手机 李明脸色铁青 对 是我派出的 没用的 流银护卫只能缠住人 其保镖作用 根本杀不死吞噬兽 李明挂掉和假意的电话 心中痛苦万分 其他人因为两个流银护卫的出现而震惊 甚至于产生一丝希望 可李明很清楚 流银护卫 作为宇宙高科技产品 定位非常清晰 就是其保护帮用 怎么办 怎么办 到底该怎么办 巴巴塔 你告诉我 该怎么办 李明已经陷入快疯狂的边缘 痛苦地闭上眼睛 眼角有着一丝惊疑 第274张地球第一精神念诗 华夏国 东北基地市 爸 一名美丽的少妇 看住荧幕上直播的荧幕 痛苦地低声泥滥 随即猛地站起 直接冲进旁边的自己的书房 而在客厅中 同样看住直播的男人和孩子 都有些疑惑吃惊 书房内 少妇迅速打开电脑 进入邮箱 点开最新的一封邮件 邮件是附带着一段视频 少妇咬着嘴唇 颤抖着轻轻的鼠标 敲击了一下 视频打开 出现了画面 画面上是一身白衣的光头 雷神 小蕾雷神没有过去的嬉皮笑脸 反而笑容温和 你我已经快十六年没见了吧 还记得当年我第一次带你去游乐场 还记得第一次教你练舞 也记得第一次骂你 第一次打你 雷神摇摇头 微微一笑 我知道你恨我 不过就算再次选择 我还是会选择杀了那个杂碎 我也知道你不肯原谅我 当年你老妈将你留给我 我就保证了 让你一辈子开开心心 让你不受一点委屈 不受一点苦的 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不说了 过会儿 我就要跟你红薄出去了 这一次 我恐怕是很难活着回来了 所以想来想去 还是给你发了这份邮件 雷神擦了一下光秃秃的脑袋 小蕾 你放心 你爸爸我一定会杀了那吞噬兽的 我和你说过 我不会让你受苦 这是我对你妈妈的承诺 也是对你的承诺 永远爱你的爸爸 视频上 雷神微微一笑 视频结束 呜呜呜呜呜 少傅当场就趴在书桌上哭了起来 哭得眼泪止不住 当失去的时候 才知道痛苦 爸 爸爸 爸爸 你回来 你回来 我错了 我错了少傅不断哭住 哭得声嘶力竭 她的脑海中浮现过去一幕幕的场景 她母亲死得很早 她是雷神一手带大的 雷神非常宠溺她 无比的宠溺 只是她16岁那年 因为初恋的事 雷神竟然杀了她的男友 另被宠溺到大的雷雷分母直接离家出走 还留下狠话 此刻 她忽然惊醒 父亲爱她是爱的何等深沉 京都基地市的卫城外围城墙上 贾翼正在探看伤员 别动 躺下好好休息 贾翼连道 是 手掌残疾且绑着绷带的年轻军人连喊道 贾翼直起身子 手掌一名警卫连跑来 什么是 贾翼问道 警卫压低声音道 手掌 刘宁牺牲了 刘宁是贾翼清传弟子中最小的一个 今年刚刚就岁 贾翼非常喜欢这个小徒弟 而战争到来 贾翼麾下弟子几乎全部派到战场上了 哦 贾翼硬了声 没说什么 只是脸部肌肉略微抽动一下 小宁贾翼心中默默念叨 看向整个伤病营 不少受伤的士兵们都拿着手机 或是看住照片 或是看住信件 他们都很年轻啊 贾翼心中悲痛 却又无能为力 红河雷神的失败 令地球上的高层们非常痛苦 而且他们从李明娜也得知 靠刘银护卫是根本不可能杀死屯食手 更是痛苦 不过 高层绝望 可是在直播宣传上却不是 现如今全球依旧在直播当中 不过现在是在重播之前的战斗 并且还在说 红和雷神 只是受伤严重并没死亡 又说 那两个银色巨人 是现如今地球最新研究出来的科技巨人 人类是有希望的 这令无数普通大众们充满希望 无数士兵们在奋斗 李明已经回到家了 家里客厅中 电视打开 这两银色巨人是各国合力研制出的最新的科技巨人 和几千年来一样 这一场战争 人类一定会获胜 电视机内的声音 让李明再也忍不住 直接离开客厅上了三楼天台 天台上 凉风吹来 李明清醒了一点 没用的 李明 放弃 放弃吧 八八塔劝道 地球已经没希望了 其他人死就死吧 你也阻止不了 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死 是无数人 李明忍不住怒道 我能眼睁睁看着无数的少年 甚至于儿童 婴儿们就这么死去 我能眼睁睁看着地球 变成怪兽的乐园 人类消失 一定有办法的 一定有 整个地球变成怪兽的地盘 想想都是噩梦 灵魂 是生命的根本 李明眼睛一亮 那吞噬兽的生命气息 一下子变得比过去弱那么多 是不是代表它的灵魂 也比过去弱很多 八八塔 你告诉我 八八塔有些迟疑 你说 李明有些恼怒 对 它是虚弱 可是也不是你一个 行星级三阶精神念师 所能惹的 八八塔连道 八八塔 你说过 它年龄很小 的确 行星级恒星级 都无法进行宇宙漂泊 它现在才恒星级一阶 说明它应该是在地球出生 像它这么强大 如果早早就出生 恐怕早就被人类发现了 发现这么晚 应该是刚刚诞生不久 李明连说到 它还很幼小 灵魂应该比较稚嫩 而且它还连续遭到 B6级垂射炮 红河雷神 这连续两次中击 实力恐怕只有过去一两成 李明眼睛一亮 如果我使用 与莫星一脉秘技 虚空之塔的拼命之法 施展秘技本来就很强 一旦拼命 如果不够 我再靠六芒秘技 让地球其他强者和我一起 李明脑海中迅速浮现方法 与莫星一脉的秘技很强 而八八塔 一直重点要求 李明研究那些秘技 现如今 虽然研究的不是太深 可深奥的 现如今 李明这点实力也无法施展 他已经能够施展出 他现如今最强攻击力了 李明 你乱想什么 八八塔暴怒道 我不允许 我绝对不允许 我等待五万年 等待了你一个传人 我绝对不允许你去送死 我不是送死 红河雷神燃烧灵魂 不是没死 李明问道 可他们沉睡了 八八塔怒道 在宇宙中 就算不朽强者 一旦灵魂遭到重创 陷入沉睡中 有的一睡 就是百万年才恢复 而有的 却是永远沉睡不及 红河雷神是没死 可是进入真正的灵魂沉睡 他们灵魂本来不强 如果能醒来 一两年能醒来 否则 永远无法醒来 直至在沉睡中逝去 李明 你不要乱来 八八塔怒道 我先是李明 其次才是与陌星传人 李明一年说道 你想去送死 八八塔怒道 八八塔里面看向四周 你以为我想死吗 我不想死 我多么想看着我的孩子出生 多么想听孩子喊一声爸爸 我想活着 做梦都想活着 可你 八八塔迟疑 八八塔 现在我有两种选择 第一 当缩头乌龟 眼睁睁看着无数的同胞被杀 看着无数天真的孩童 哭喊住爸爸妈妈被杀 看着一些还在喝奶的婴儿被杀 看着他们被杀 而我 将我的亲人孩子带住躲入 与莫星号做缩头乌龟 之后 我的孩子出生 他们过着没有阳光 没有朋友的 日子 他们只能在我的讲述中 知道地球上曾经 有很多很多和他们一样的孩子 只是 都死了而且八八塔 你说过 行星级才有能力 在宇宙中流浪混个温饱 而不到行星级 我的孩子妻子 进入宇宙其他星球 是非常危险的李明说道 八八塔默认 的确是如此 宇宙 并不和平 争斗存在于每一个星球 一个行星级带一些普通人在宇宙中 那是灾难性的 我要达到恒星级 才能让我的家人在宇宙中过上海 日子 安定的生活 而我要达到恒星级 多久 几十年 我孩子要在飞船中度过几十年 李明摇头 那简直是一个噩梦 脱离社会 在飞船度过几十年 我死都不要让我的孩子 过着种子第二种选择 我李明 靠六芒秘技 让五位行星级强者 献祭灵魂 结阵 燃烧灵魂 而后 我施展虚空之塔的最后拼命绝招 这两招都是与莫星的秘籍 且又是燃烧灵魂 击杀实力只剩下一两成的星空巨兽 很有希望 几种结果 一 成功 我没死 无数人都有了希望 这当然最好 二 成功 我死了 不过 我的孩子们可以过上好的生活 可以上幼儿园 可以有玩伴 还有我爸妈 爱丽西亚他们照顾等等 只是少了我这个爸爸而已 他以后也会在历史书上知道他的爸爸 相信 他会为我骄傲三 失败 我当然也死了 那吞噬兽肯定伤得更加重 让人类有击杀他的希望 李明表情平静 八八塔 你说我选哪条路 八八塔想说 又不知道该怎么劝说 八八塔 真的 其实在我就岁那年当了舞者 我就没畏惧过死亡 相反 我更加畏惧 我的孩子们在飞船上度过几十年 我更加畏惧 红 雷神等等无数人 牺牲变得不值得 死 没什么可怕的 人 生老病死一个轮回 我想为我的朋友 慰问他们 我想为我的同胞 我想为还在无数在孕妇肚子里 跟我孩子一样 没有出生的孩子们 为他们 拼一把也是为了我自己拼一把 李明哈哈大笑 要知道 红和雷神去拼 他们是地球上最强的两个舞者 可我 那也是地球上最强的精神念师啊 我怎么能退缩 哈哈 李明的笑 让八八塔沉默了 多久了 八八塔没有这种复杂的情绪了 第一次 八八塔对于这个他一直认定 资质很一般 无奈才选择的传人 真正有了一丝钦佩 好 我帮你八八塔低沉岛 哈哈 别这样嘛 我都说了 拼一把 还是有可能活着的马 李明这一刻 心灵一片空灵透彻